柴犬能长多重 柴犬的话 它的身形其实已经固定下来 它就是一个小型犬的一个体型 虽然在公母上面体型变化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母犬的体长呢 可能一般也就在36到38 那么公犬的体型呢 可能在38到41之间 那么肩高其实都差不多40厘米以下 所以体重的差距也就不大了 可能母犬的体重也就在8公斤左右 有16斤这个样子 那么公犬的体型略大一点 大概是在10公斤左右这个样子 它们的体重大部分都是这样 但是呢 现在的一个就是家庭环境越来越好 很多人呢 在饮食上面并没有很好的去控制 或者是没有注意很好的营养比 都会使得现在家庭饲养的一个柴犬 可能都会出现普遍超重的情况 能达到22斤左右 但其实体重很重要 我们需要它在一个健康的体重范围内 要不然以后不管是心血管还是骨关节 都容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和变化